我们预约了一个自己看房的一个房子 然后就是自己预约自己书名码进去看 应该是这个意思 现在还没有进门 一样板间 然后要输密码 我们找了半天密码还照明白到底怎么输 刚才还搞错了 找不到我们那个在哪 这是我们要看的一样板间 这一个用三层 然后下面是这样的 进来了 然后进去的时候都要戴口罩 哈喽 大家 然后我们刚刚进来 这个就是这个大门 然后这个门也是窗户玻璃的 左手边就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还挺大的 让我进来看一下 可以放一条霸床 然后还能放一个桌子 然后里面也有自己独立的浴室和座座 这个光线也都非常好 好多窗子 它里还有个小的衣帽间 这是一个小的储藏间 也是衣帽间吧 对 我们也要填 这有一个淋浴间 我都闭着 这个屋子还挺大 但是它里面有人吃卧 它在3楼 我都卧了 我都 fod 我挥在3楼 我ться 我ョло os 然后从这个卧室出来,这里有一个小门 这里是车库吗? 这个开不开,但是感觉应该是车库 然后我们上楼 从楼梯上来,左手边是餐桌,用餐区 然后连着外面的小阳台 这个阳台还挺大的,是一个正方前面 那里面有这个厨房间 那厨房间还挺多 然后这外面是一个小阳台 这个小阳台还挺大的,不错 还能出去 可以在这边出来喝个咖啡啊之类的 然后从餐厅过来 这边窗户好多啊,这感觉四面墙全都是窗 这里,这个沙发可以放到这儿 然后电视放在那边 可以坐在这里看电视 看,要不要很熟 然后后面是厨房,这个厨房也挺大的 这个厨房也是开放式厨房 然后厨房间的台子特别大 非常喜欢这个大台子 然后是一个直角型的厨房 这个厨具啊,还有水区啊都有 这个水区还挺大的 这个厨房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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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冰箱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的厨房间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的厨房间 然后这里是一个公用的洗手间 挺不错耶 然后就上楼吧 刚才是二楼 然后我们到三楼看一下 三楼应该就是卧室 这一上来有一个小的 是梳妆台吗这是 一上来的右手边就是一个卧室 这个门 这个门现在是没给你装的 应该是样板间的原因 这个卧室也挺长亮的 主要就是一个床 然后这边有镜子 这应该是主卧吧 你看这里面 哇,这个洗手间矮了 这个洗手间好大呀 这有两个洗手池 然后还有一个浴缸 哇,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站着的领域的间 这个领域间也挺大的 然后这里有干湿分离的厕所 然后这里是一个大的衣帽间 可以挂衣服啊之类的 哇,但是这厕所和浴缸 这有个窗户是什么意思 应该从这里都能看到别人家 这个楼,这个窗帘得一直挡着才行 不错 要不然你在这上厕所 旁边就直播了 不错 这个洗手间矮了 超级大 从这个楼梯上来的右手边 哇,这里应该这里是一个洗衣间 是这样的 这洗衣间也还挺大的 但是这洗衣机还没给你安上 出风应该会给你安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走廊 这里是另外一个次我 哇,然后这里的这个 这里有一个窗 对面就是人家的阳台 然后这个窗户可以看到外面 然后这是一个洗手间 它这里也是自拍一个洗手间的 然后这个是浴缸和淋浴在一起 这不错 这个洗手间都是 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的 不错 然后看看这是它的小银帽间 这个挺大的 你看 里面还是挺大的 但是刚才那个是主屋 这个还是雌屋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房间的布局都是挺合理的 最旁边的那个房子是我们刚才 看的那个样板间 是三个卧室 然后这一侧全都是样板间 这个是四个卧室 然后这个房子基本上都差不多 但是每个房子的小细节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的阳台在二楼啊 有的阳台在三楼啊 然后阳台的大小啊什么的 都不太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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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